大家好,我是Daddy 今天想跟大家讲 关于四个人妻的故事 故事开始 四位人妻是大学同学 他们都是人妻 结婚了超过八年 他们都是家庭主妇 聊到交友APP时 大家都很抗拒 那么老还教什么友 人妻是说 结婚那么久 都不怎么接触异性 老公又不肯做 没了性 是问大家 还可以维持这段婚姻吗 大家都似乎都觉得 人妻是讲得很有道理 人妻一 平时都是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 他叫老公拿便当上班吃 可惜老公一年嫌弃 都在外面还吃什么家里的饭菜啊 人妻一很不爽 辛辛苦苦却被无视 人妻一认老认怨 这平淡的日子太过平淡了 也许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想起人妻是说的话 没了性 以后的路怎么走下去 看着自己的内内和照照 真的很久没做了 这天他试图要求老公刑房 哎呀 老公却对电视机上的小妹妹 感到有兴趣 老公问怎么了 吃醋了吗 老公说 都会把年纪了 还吃什么醋 太恶心了啦 人妻一都觉得纳闷 这时他想起那时讨论到的交友APP 他开始登记 还选单身女性 嗯 人妻一想坏坏了 隔天起来 得到很多讯息 他觉得本身还有魅力 他的生活变得不再平淡 一直回讯息 到最后 他其中一名男子比较聊得来 所以就和他分享日常生活的东西 男子约他出来见面 原来是个帅哥啊 人妻一开始湿湿的 男子有点害羞 所以就建议喝喝酒聊聊天 人妻一当然奉陪 人妻一年忙道歉 一直发给他吃了什么 看了什么的讯息 全都是无聊的话题 男子不记忆 还说这些一点都不无聊 而且很重要 谢谢他的分享 人妻一更加失乐 他的一字一句 男子居然那么的在意 男子诚实的说 以为出来见见面就能满足 我现在却想要更多 反正都是了 人妻一决定给他 做完了 人妻一回家煮饭 他觉得很内疚 所以就把交友软体给删掉 这天老公请了公司里的同事回家做客 叮咚 想不到男子也是老公的同事啊 他们假装不认识 男子和人妻一一年尴尬 聚会结束 女儿发现有个手机 一定是男子的 人妻一拿手机狂奔出去 你的手机啊 对不起 我是故意的 人妻一道歉 骗了你 我是单身 男子去抱着人妻一 你都不开心 离开他吧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人妻二也是家庭主妇 她的生活几乎和人妻一一样 这天女儿闹别扭 说不学钢琴了 没办法 人妻二只好去和老师说退学 老师说 踩那一堂课就退 也太浪费了吧 不如你来学吧 这里有成人教学 老师弹钢琴 人妻二开始诗了 觉得这位老师很有气质 老师叫他试试 肌肤自清 让人妻二的心跳较快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念 的感觉 第二天人妻二打扮了一下出息 老师越来越过分 触碰头发 拭目相对 用眼神去骚扰人妻二 第三天 他居然用护手 双方人妻二查 还叫他好好用 这 妹的气氛不可以再继续 他决定要断绝这段关系 一来到就看到老师 用同样的套路去对待阿姨 这时才知道 这个老师的真面目 是个阿姨 我不想努力了的小白年 人妻三开始 就和下属女聊天 聊着聊着 就问起如果你的老公出轨怎么办 下属女笑笑说不会的 你的老公也是不会的 不要猜疑 老公很晚回家 洗澡都会拿着手机 外套掉了个耳环 这种种的迹象显示 他有出轨 人妻三 以牙还牙 和别的男人 happy 老公问你明天生日 咱们去哪里庆祝 人妻三说 在家里简单庆祝就行了 人妻三说 邀请了两位人物来家庆祝 哪里是下属女啊 老公有点吓到 那个小三就是他 这时下属女的老公也来了 他是那个男人啊 人妻三和他们摊牌 还表明碎了他的老公包袱 想不到工作上你不爽我 居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向我复仇 他们三人闹成一团 人妻三决定离婚 下属女彻底崩溃了 想不到人妻三挤高一筹 这天老公约他出来见面 他苦苦哀求说了不想离婚 还讲自己很后悔 以后不会重犯 有个男子出现 原来是他的男友 是名律师 这次求了 老公被人妻三怼了一下 这次他们再次聚会 聊起彼此状况 大家都很会隐瞒 很假 说什么事都没发生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一段婚姻要长久 做是最好的维持方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